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a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3年4月11号 周二晚上的7点45分 今天市场的走势和昨天非常的类似 罗素继续领涨 三大指数表现平平 其中纳指最弱 今天我主要想讲两大主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 今天大家看到很多的新闻媒体都报道 说标普的期货头寸 来到了2011年以来的 空头的最高的一个压注 那么市场的情绪多空 对于标普来讲 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正向的 是反向的 什么样的时候看情绪有用 什么样的时候看情绪没用呢 现在是不是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稍后来看一看 关于这些图表和数据的相关分析 第二个就是 大家最近都在炒AI的概念 特别是NVDA 以它为主打的 目前涨得非常的多 还有微软 其实这一波涨势也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咱们横向去对比 从长线投资的角度 现在的市价 如果我们算上以后的 AI相关行业的成长规模 到底是NVDA现在更合适 还是谷歌更划算 因为谷歌也是现在 AI里边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一个竞争者 稍后给大家分析一下 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从投资 从赚钱的角度 谁更加的合适和划算 好 咱们就今天开始第一个主题 来说一说关于期货的空头头寸 创新高的问题 今天的各大新闻标题上面有一个主打 就是说 标普的期货空头头寸 创下了自2011年以来的新高 说的是 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大型投机者 在标普500的期货上 大量压注做空 截止到4月4号 也就是上周二 期货中的净空头头寸 增加到了32万1000份合约 这是自2011年11月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以来的 最高的数据 另外咱们看到 高盛集团旗下 主要的经济商部门的数据显示 在追逐科技股涨势之后 对冲基金转为卖家 正以15个月来最快的速度 平仓在这个行业的多头头寸 简单讲 高盛认为 现在很多的多头的科技的 QQQ为主的 这些大型的权重代表 大家再缓慢的去 把它的多头平掉 获利了结 那么期货的空头创新高 说明市场一定会跌吗 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平常在评论区 也经常会有争论 对吧 经常会说 哎呀这个很多人看跌 那么一定要涨 是吧 什么这个韭菜看的方向 通通都是相反的 好 那咱们就去想一想 那么这个世界上 有看多 有看空 它才有交易 它才有分歧 对吧 你都是看一边倒的多和空 那不是火箭直接上去了吗 世界上 那不存在了吗 它一定是有分歧的 关键是我们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不同的周期之下 你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站在多数人那边 还是少数人那边 还是中间的 最著名的这个逆向投资者之一 霍华德马克思曾经说过 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反对关于投资的普遍偏见 但是如果搞不清楚自己现在处于哪一方 那谈偏见 那还走 对不对 再加上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你如果持有某一个头寸 要坚信自己的头寸是正确的 尤其是当股市走势的方向 和你所压住的方向短期不一致的时候 你是很孤独的 要成为一个孤独的投资者是很有挑战性的 但恰恰在投资领域 都有一个普遍共识 但凡是极端投资情绪 无论是看涨还是看跌 通常都是投资者犯错误最多的时候 这是因为恐惧和贪婪的情绪 会推动投资决策 让你变得不那么理性 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市场 长期存在二八定律的一个原因 好 那咱们就看一下 你要理解现在的多空情绪 你就要知道现在的多空情绪 到底处于在历史周期上 或者长线的规律性的周期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图表 这个就是刚才大家 在各大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 关于期货空头头寸的一个新高 对吧 黄线我们可以看到来到2011年 几乎是快接近2011年的 这个空头头寸的一个新高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关于这个投资者情绪的 首先说一下 这个投资者情绪 它包含散户 也包含机构 不光光是散户 它是市场总体情绪的一个代表 但是这里面 我们说机构投资者 通常占有市场主导地位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一张机构的情绪 或者说机构情绪的一个投资表格 好 我们看一看 它图上的几个红线 这个绿线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是说红线 代表的是看涨和看跌的比值 超过2.5 就说明看涨的情绪非常的浓烈 这个都主义指的是峰值 但是他们如果看黑色的 这根标普的走势 你会发现 通常他们都离阶段性的高点不太远 因为市场要回调了 那么反之 我们说这个绿色的线 代表的就是 由看多和看空的情绪 跌到了一个低谷 通常是低于0.75%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峰值 但是我们看走势 但凡它在低点持续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其实股价离阶段性的低点也不远了 好 那么这个里边我们就能得出一个比较普遍的结论 当峰值出现的时候 是一个很明显的反向指标 峰值出现是明显的反向指标 但是由中间值向峰值情绪演化的过程中 比如这些中间的位置 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全部按照情绪都标出来 然后黑色的线是标普的走势 你会发现 中间位置没有到达峰值的时候 它们和股市的涨跌 基本上是同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 投资者的情绪往往是正确的 就是在趋势发生的过程中 它往往是正确的 但达到峰值附近 过高过牛或者是过于悲观过熊的时候 都是市场要出现转折的时候 那么牛就是代表着2.2 2.5以上2.75以上 那么熊就是代表在0.75以下就过分看跌 那么现在的情绪数值是多少 是1.39 它不高也不低 属于中性看跌的一个中性位置 就是偏看跌的一个情绪指标 但是它没有低于0.75 所以不是峰值看跌 那么最近的市场情绪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右侧 它和股市的走势几乎是同步的 这个就代表着 在正常的趋势下 这个情绪是有用的 因为它们主导的是机构 主导的是机构 好 那么我把这个总结一下 可能图片比较的复杂 就是总结来讲就两点 第一 现在1.39这个数值 是包括机构在内的市场情绪 并不是一个极端看涨的牛市情绪 所以不看什么大涨 或者说你也可以理解为 它离所谓的顶峰 很大的大行星的顶峰 它可能还不是那么的近 因为它不是极端看牛 对吧 它属于中间值中间态 第二 情绪中性看跌 现在是 但是它是一个保守看跌 你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恐慌 它没有看深跌 如果我个人理解就是 那理解起来就是 标普10%以内的修正 市场现在完全可以接受 也就是跌到3700点附近 市场完全有这个心理准备 它不会恐慌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回调 因为现在极端看跌 现在并没有走到0.75之下 它不是一个峰值指标 是在一个趋势指标中 仅剩看跌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基于当前的一个市场情绪 其实我们要从投资的角度上来看 最稳妥的做法就是 如果现在能涨上去 凡是像合理估值的 你可以继续持有 不一定要卖 但是高估的要部分的卖掉 而且你不用怕卖飞 因为市场会轮动 高估的股票再飞也飞不到哪去 然后就是耐心的等待 适度的回落之后 把卖掉的股票 优质股票再接回来 当然你说你不想接 你可以承受一年之内来回 原地打转转 对吧 涨上去跌回来 涨上去跌回来 你不挣钱 没问题 你放上两三年 没有问题 如果你想适度的用一些 找一些高估的机会 卖部分 然后用低的 稍微回调的机会 减一些回来 可以这么去操作 那么反正 如果是做指数的朋友 但凡现在 如果给你下跌的机会 指数进入到 3700 3800点一线 就是3700 3800 3900这一块 仓位如果你低于50%的 完全可以出手 你不需要等跌的太深 一定要等到什么 3500 3200去 你有仓位 你剩余的仓位 你就等 如果跌穿往下走 继续再买就好了 至于现在已经中仓的 就是你想着 怎么如果还是不跌 继续往上涨 就减仓就可以了 就这么考虑 非常的简单 涨多了 高估的卖一卖 合理的拿一拿 然后往下跌 买指数的 不需要看深跌 分仓 分批 50%以下仓位的 跌到什么 3700 3800 3900这几个位置 你缓卖 缓卖去买一点就好了 再跌穿剩余的仓位 到下方再去买 好 这个是给大家讲清楚 现在市场情绪 没看大涨 没看大涨 但是也不看深跌 好 那么至于开篇 讲过的关于期货的 头寸新高的问题 标普期货 头寸新高的问题 就是空头头寸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在股指期货上 多数都是用来套期保值的 不是用来裸压住做空的 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你个人并不是 期货的最大玩家 是机构 机构不是用来压住裸空的 我看跌标普 我就直接对吧 什么都没有 没有正股 没有看涨期权配合 直接在期货上直接干一把 没有这么干 没有这么干的 这么干的话 估计早就被炒鱿鱼了 所以你可以看成 现在指数上的期货做空 做空的头寸 它是用来保护指数正股 和期权做多头寸的 用来保护这两项的 反而说明 现在他们还没有疯狂的抛售 手上的多头头寸 只是随着市场的缓慢上涨 缓慢的抛售 同时加上保护性的期权仓位 也是一个锁定利润的行为 这个期货的 看空头寸 来到2011年的新高 不能够作为极度的看跌指标 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也讲清楚了 好 至于现在是什么市场呢 市面上 上面我刚才给大家已经讲了两点 市场可以接受小碎步的涨 但还没有到牛市大涨的疯狂地步 涨的越多 保护上的越多 正股会被卖的越多 同时市场现在也可以接受下跌 跌10%以内都不会给市场造成极大的恐慌 市场觉得往下跌 跌10%也是合理了 但是跌了就会有人买 我相信这个也讲的比较清楚了 好 最后和大家讲一讲关于谷歌和英伟达的话题 在AI领域的投资成长性的问题 目前我是持有英伟达 但是我还没有持有谷歌 因为谷歌是我预计想买 但是上次没有买 是因为我还想等一个更稳妥的信号 但是现在这一波没买上去了之后没关系 后面还有机会再下来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还没有刨出去 上方有强压力顶着呢 主要是说一说对他们长线的一个看法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去对比微软 因为微软现在的价格 它是中规中矩的价格 它没有说被低了很多 也没有说像NVDA一样被高到天上去了 都没有这样 所以我先不说它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 现在是独占一块 那么对于NVDA和谷歌来讲 从AI领域的考量 两个就是冰火两重天 什么意思呢 好 我给大家来还是展示数据 从数据的角度出发 看一看未来的投资机会 AI市场的规模 根据现在市场的研究估计 到2033年 大家没看错 10年之后 整个一个10年的研究 和AI相关的产业规模是1265亿美金 所有产业都算上 所有产业 可能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几万亿 现在似乎可能大家想到有点多 暂时是10年1265亿的一个规模 这个指的是年度 年度就会达到这个规模 不是说一共 好 那么2022年市场 我们不是已经有数据了吗 2022年专门用于AI芯片市场的规模是168.6亿 就是AI芯片专用市场 预计这个市场到2024年会达到283.7亿 就是AI芯片 也就是英伟达所在的那个行业 芯片行业 或者是AMD或者是英特尔等等 你可以看他们这个芯片行业都是一样 或者相干产业的上下游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往下看 除了半导体 在这个行业里边 AI还有AI云市场 AI云市场预计到2026年 复合年增长率是20.3% 2024年的市场规模 大概就是90亿美金 不算别的仅AI云市场 那么第三个就是生成式的AI 目前现在我们看到的几个 比较领先的 一个就是这个ChatGPT 对吧 还有这个Bard 谷歌的Bard 它是根据工具启用的 文本生成式的AI市场 预计到2033年 也是10年之后 是以32%的 符合年增长率增长 那么根据这组数据来推断 预计24年搜索引擎 和文本生成的市场规模 会达到150亿美金 好 如果我们把年度的生产规模 将这三个市场进行相加 你就会发现 如果拿出英伟达和谷歌来对比 英伟达占有AI芯片市场 是比较大的一个规模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谷歌这边 包括还有什么呢 谷歌单上还有什么 还有云 还有搜索引擎 文本生成 所以谷歌的规模 总共可以达到523.7亿 英伟达是283.7亿 我们说从市场规模的角度 他们的这个行业规模角度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 大家可能会说 那么这个谷歌的这个Bard 不是已经在2月份失败了吗 它一定会成功吗 好 我们换句话来讲 你认为世界上拥有最强大技术团队之一的谷歌 会一直失败吗 对吧 如果你认为它会一直失败 其实那你就会应该要相信它在其他的领域 对吧 比如说在YouTube在视频领域 它会被短视频全面超越 最后彻底完蛋 或者它在搜索领域会被微软全面超越 最后呢 自己完蛋 你也可以这么去思考 那么你就应该大力的去做空它 对吧 这个观点没有问题 只要你是这么看的就没有问题 但是我的观点是 我不认为谷歌的AI的发展 后面会一直失败 它会迎头赶上 或许没有像ChatGPT那么强 或许比它会要落后一些 但是并不阻碍它能够去弥补 这块短板未来抢占一定的市场 不会说真的成了一下就一棍子打死了 对吧 所以我认为谷歌在这点上还是有后来居上的潜力的 有这个潜力只能说 好 那么回到谷歌和MVDA英伟达的对比上 刚才谈到了他们对于AI市场的规模 没有算其他的业务 只是和AI相关的 你再去对比一下谷歌的现在的市销率的情况 谷歌的市销率的PS现在才只有5倍 5倍 MVDA的市销率现在有多少 有30倍 也就是说谷歌只有MVDA的差不多六分之一的市销率 同样是卖一样的东西 对吧 同样是卖那些东西 然后产生的整个的销售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一定要长线投资AI相关的股票 从当前谷歌和英伟达的市价 我只是市场价格 就是英伟达今天271块6 谷歌今天106 你从长线的角度来看 你到底是应该投资谷歌还是投资MVDA 谁是更好的选择 其实一目了然 对不对 因为你投资是为了什么 你投资是为了挣钱 是知道谁未来可能会有股价上涨的空间 一个股票如果10年 它的涨幅是能涨2倍 但是它在一年之内就已经涨了1.95倍了 那么你在未来的可能9年里边 你拿着它干嘛呢 对吧 我们从市价的角度考虑 同样都是涨2倍 然后有一只股票前10年 对吧 可能3年才涨了0.5倍 那么未来7年 它可能会涨到1.5倍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因为你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挣钱 所以我们只能说横向 去对比现在的性价比来讲 从AI角度的考虑 我个人认为 谷歌比NVDA在现在的市场价格 更适合投资 当然了 如果NVDA如果能调回来未来 你还是可以去买的 只要它的价格合理了 它一定还是可以买的 你不妨碍嘛 他们俩并不是绝对的竞争对手 谷歌和NVDA都可以买 都可以投资 我就这么想的 我也不做任何的选择 我只是选择价格 所以NVDA之前卖掉之后 等机会再买回来 那么谷歌还没有买 等机会多加着仓 大概就这个思维 好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和点赞转发 那么明天咱们就看看CPI 看看市场有没有更大的一些波动 今天到这 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